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集中权力拿下对华认知作战的胜利 美国在对华认知战领域的投入 以往主要局限在媒体 网络和传播等工具层面 而随着国家队相继从幕后走向台前 美国将更注重通过各种手段去影响和改变我国的民族意识 观念信仰等意识形态核心要素 这些机构在广域情报搜集和海量情报处理方面具有独到优势 再加上间谍工作中 练就的一整套心理占本事 可以对各种深度伪造信息形成快速迭代的隐形传播 将提高美国塑造和改变我国民众心理认知的战略能力 这套动作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 因为本质上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擅长的和平演变套路 无非是加上了现代信息处理技术 近年来 美国这种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体现在诸多方面 比如一些政客以疫情为由公开抹黑中国形象 抛出大量带节奏的认知 作战论调 如病毒武器阴谋论等 妄图依此煽动 挑戏我国民众的不满情绪 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 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和平演变战略 与此同时 作为五眼联盟的主导者 美国早已打通与其他成员的情报网络 中央情报局的一举一动 将会对其他盟国的情报部门产生重要影响 7月初 英国军情五处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人会面 同时发表抹黑中国言论 英方表示 该机构针对中国的行动在短短4年内增加了7倍 五眼联盟对华遏制的这种系统性联动 表现为认知领域 影响则溢出到更高层次 他们的小圈子 小团伙 是对国际多边治理体系的挑战 此前20年 中央情报局都忙于应对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 占用大量情报资源 而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 中情局预算渠道自然受到影响 怎样获取新的预算资源 就成为中情局必须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实际上 中情局将注意力转向中国 将会在美国政府机构特别是情报部门之间 形成新一轮竞争浪潮 与冷战时期不同 当时美国政府将全部资源投入与苏联的对抗和竞赛 而现在美国国内一堆麻烦是 自顾不暇还要与中国展开对抗 所以只能通过行政部门内部资源抽调重组的方式来实施 也说明这种做法恐怕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好了 本节目到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